小朋友对着昆虫仔细端倪 看了又看家长充当解说员还不够 动物园专业人员也加入讲解 让小朋友目不转睛 你看母的独角仙不一样 你看她是不是 这个胸部上面是不是没有脚 独角仙爬到手上一点也不怕 动物园就地取材 带小朋友来到后山冒险 利用昆虫的趋光性 让小朋友透过白布实际观察 也看看那些平常看不到的 蛙类蛇类不用走出台北市 也能清净大自然 夜放车车就出发咯 请将车门安全够够上 台北动物园推出夜放探险列车 带大小朋友搭乘游客列车 天还没黑就出发探访动物园 那些平常不对外开放的秘境 加上时间选在晚上 避开白天烤番薯般的炎热天气 除了白天的选择之外 也可以多一个晚上比较清凉的 比较舒适的一个游车的选项 透过一个小时的这一个游城 可以看到我们自然的生态 看到我们后山保育的这些昆虫 暑假到了 全台各大游乐园 纷纷推出晚上行程 开抢夜间商机 儿童新乐园就宣布 延长营业到晚上八点 新北云仙乐园 也推出夜间嗓挖导览 南投山林溪 森林生态度假园区 也加码推出夜间萤火虫导览 以及银河观星解说 寓教娱乐加上解说员 更丰富的讲解 让2024的夏夜成为大小朋友 充电的最好时机 你是新闻林陈颜凯台北报道